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邵老师的海洋生态讲堂 今天继续欢迎到邵广招邵老师 是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 邵老师帮我们介绍了海洋的环境 以及它们在时间跟空间的变迁 在上个月的节目呢 老师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海洋生物的概说 跟一些有趣但是极端的海洋生物 接下来的节目里呢 请问邵老师要帮我们介绍哪些方面的海洋生态知识呢 是的 我自己在想说我们进入这个讲堂 大概已经录到第16期了 如果说每个礼拜播一次的话呢 那么好像也应该要快要到第4第5个月了 好像好像还没有谈到我们的正体啊 海洋生态学 所以我想我们大概在这几个这几集里面呢 我在想说我们应该要把海洋生态学的 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或者原理呢 来做一些介绍 比如大家一定很好奇 生态学到底在研究什么东西 生态学研究的对象又是什么 这些基本的问题 我想先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听起来前面都是小菜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正课了 那是不是请老师先帮我们说明一下 生态学研究的是什么 那生态学研究的对象跟目的又是什么呢 是 其实生态学英文当然是ecology 就是在研究生物彼此之间 以及它们跟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 interaction 那这些交互作用的结果 当然会影响到这些生物的分布 跟它们的族群数量的大小 那么我们在所谓的交互作用里面呢 生物跟生物彼此之间呢 我们可以把它叫成生物性的交互作用 是biological interaction 但是生物跟非生物之间的 也就是跟环境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叫做这个非生物 这个性的交互作用 那么譬如说了海水的温度 或是化学的成分 怎么样能够影响到生物的一些功能 那当然这两种交互作用 一个是生物性的 一个是非生物性的 有时候你要把它分成很清楚 也不太容易 比如说温度很低 那这是环境因子 对不对 它可以让这些冷血动物 它跑得比较慢 对不对 所以每次你到公园里面 去看那个水池里面的 这个怎么讲 乌龟都会爬上 这个石头上来晒太阳 对不对 所以爬中的那些 它都是冷血动物 那么这个就是非生物性的交互作用 对不对 那么但是如果说温度太低 让这个生物跑得不够快 那很可能它就会减少 它被逃脱被掠视者捕食的机会 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生物性的交互作用 因为环境影响到它的一些生理行为 反而就变成 让它跟其他生物之间 就会起了一些改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两种交互作用 那当然你刚才还问到说 生态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那其实是可以分成 个体 族群 物种 群聚 生态系 从小到大的六个 最后还有一个生物圈 一共有六个阶层 但是也有些课本上面 它把这个物种拿掉了 它加进一个生态系上面 还有一个叫做生物群系 也就是把它分成了个体 族群 群聚 生态系 生物群系 和生物圈也是六个阶层 所以这个如果说 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也许你就可以回答说 我们是在研究这六个层级 它们每个层级彼此自己里面的 这个交互作用 或者说跨这个不同的层级之间的交互作用 当然它们最基本的 所有的interaction 交互作用通通发生在个体的身上 因为个体是一个独立的 不管你是不同的种 你还是用个体 对不对 你即使生态系发挥之间的关系 到时候发生的时候 还是在个体的身上 因为每个生物的个体都是一个独立的 比如像一颗贝类就是一个个体 一颗珊瑚 一颗珊瑚有时候要小心 我们有时候算它个体 其实有时候真正讲它是群体 因为它很多水溪体 彼此之间 它其实还是有一些 生理上的一些连接 互同 营养的 排泄物的 等等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们那个叫 有时候叫colony 但是不只是珊瑚是这样 一些故障性的海洋物体最动物 像是海绵 胎仙 其实也都跟珊瑚一样 它其实你应该用它一个群体来看 这是在讲个体 最基本的 族群的话就是 在讲一个种里面 可能有好几个不同的地理族群 所谓同一个族群是指 它们个体之间可以彼此的自由交配 繁殖 如果说失去了自由交配繁殖的一些机会 比如说隔得太远 它们这个族群之间各地不能交流 这个时候我们叫它叫不同的族群 它可能还是同一个种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今天把这两个不同的地理族群 有一天把它放在一起 它还是不能交配了 就表示它们已经隔离得太久了 演化以后变成不同的种 不管在形态上 是不是有很明显的差异 那个时候我们就叫它不同的物种 那么群聚就是代表有很多很多物种聚集在一起 生活在同一个时间 生活在同一个场域 它们彼此间可能会有交互作用的一些不同物种的机会 所以不见得群聚不是只有一个种 不是说我今天在念鱼类的 我做的鱼类研究 当然我可以讲我的鱼类的群聚 我就不去扯其他的生物 但是那个时候的群聚其实是指同一类的生物的类群的话 我们通常有时候会给它另外一个不同的名词 叫它叫做Assemblage 就是我是把它翻成类聚的 同一类的意思 所以有时候名词很多 中间怎么样去区分 有时候不是太容易 生态系简单讲就是我们讲的七地 那也包括了很多非生物的一些地景或者是海景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河口 你可以讲它是一个生态系 里面所有的居民成员都算是在生态系里的成员 但是问题是生态系的边界很难去界定的 有时候常常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去划定 比如说我们讲珊瑚礁生态系 那么我们就当然概念上就是这个底子是属于珊瑚礁的 我们都算它整个连在一起 但是它的scale它的范围的大小 还是可以根据你的研究的需要去决定 说肯定的 对不对 或者做到更广的范围的 那么但是你也可以说珊瑚礁很多生物 它又生它会飘到外面去 所以你对一些大洋生态系还是要有点了解 你就可以去把这个生态系定以来比较广 那最后一个叫做这个生物群细 那生物群细的话就是指更大的一个生态区域了 英文叫ecoregion 那个生物群细的英文叫做biomes 就B-I-O-M-E-S 这个字比较不太容易念到看到 那么常常是看一个地方 当它如果气候地形土壤植被都很很相似的时候 我们就把那个很大的地区整个化起来 变成一个生物的群细 那所以算是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生态系统 那么我们在海洋生物群细的部分 这个也是地球上的六个很大的不同类型之一 其他的像淡水的沙漠的森林草原 泰原等等多事 那海水更不容易分是因为海流是互相通的 有时候你要把它化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就用什么朝间带 深海 水沉 公海 这样子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名词来把它框起来 那到最后还有一个就是生物圈 生物圈就是指这个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环境 跟它交互作用 那么生物圈整个对我们人类的物质也很重要 譬如我们今天常常在讲气候变迁 或者是碳收支的问题 会影响到我们的未来是不是可以永续 所以这个我想这个都是 我们在生态学上会要去研究的层次跟对象 大概是这些 说到这个对象真的是从小而大 从这个所谓的个体开始 那一直到族群到物种到群聚到生态系 又到这个生物圈 那在老师所提的这个生态的六个层级里面 好像是跟这个分类学上面的这个 界门纲目科属种 这算是不同的分类层级对不对 应该是目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分类学很简单 这是在做分分别类的工作 要把地球上所有的生物要给它有个名字 这些名字它到底是属于哪个阶层 就好像一个图书馆里面很多很多几十万本书 你要怎么样把它安排归类 能够让大家很容易去找到它 所以分类学大概就是在做这件事情而已 它并没有在研究种一种 或者是什么个体跟个体间的交互作用不是的 它就要找它的差别在哪里 怎么样去能够去确定鉴定那个种的名字 那生态学的话它的六个层级 刚刚跟大家讲了这个像个体族群 物种有的有有的没有 在上去是群聚生态系等等 那种其实听起来是一样的 两个都有对不对 那么但是事实上有些时候 种跟族群的作用交互作用 还是发生在个体身上 所以他们有时候种就不去特别去提它 但是种的概念两边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在讲到分类学的时候 都会觉得物种是一个演化的基本的单位 比较自然的单位 数跟以上的科目这个什么钢 那些其实都是人去定的 那不是自然的单位 比如说我这个分类学家 我认为这几种要变成一个属 可是说不定另外一个分类学家 他觉得不以为难 他觉得应该归在另外一个属 所以这个就是人为的 有不同的分类的观点的关系造成的 那生态学就不去管这些事情了 它只是从小到大 那么从这个最低的 从一个个体叫Organism 或者我们讲Individual 来去定义的 那分类学比较麻烦 因为种的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 因为种跟亚种 亚种呢 分类学上的亚种 另外一个名词就叫做地理族群 好 族群在分类学上也谈 对不对 但是他们不会像分类学 那么去麻烦说 这个亚种到底要变成种呢 它还是维持在亚种的阶层 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有争议 像我们在台湾现在最常面对的一些问题 就是所谓的中华白海豚 有些人因此觉得它是应该是一个特有的 亚种或者提升到种的层级 变成台湾白海豚 因为他们就希望这个我们与众不同嘛 就保育的价值会更高 对不对 但是很不幸的就会有一些统独的意识 在里面去了 就跟这个英华贡文贵也一样 那有些人认为它就是 大部分人都认为它应该还是属于一个 英华贡文贵的一个亚种在台湾 但是有些人就觉得说 隔离那么久了 形态有这么一点点差异 它就应该变成一个种 所以种跟亚种之间的界限 其实是不太容易去确定的 也没有什么对跟错 这是完全是不同的观点的问题 那么所以在分类学上 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很麻烦的一些问题 但是在生态学上的话 大概就比较不会有 生态学我反过来都比较在乎的是 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们用到的资源一不一样 彼此有没有竞争的现象 所以他们才会用到一个名词 就是说所谓的资源 他们利用的资源是不是一样 或者说他们的在一个 我们讲multiple dimension的意思 就是讲多尺度空间里面 到底他们站的位置一不一样 就好像你现在两个轴 X跟Y轴 你去画一个物种 它的一个生存的范围的话 它就可能是一个点 可是三度空间就可能变成一个球了 四度空间你只能想象 但是如果每一个资源都想象是一个轴 比如说我吃的东西一不一样 或者我住的环境 屋子一不一样 或者我利用的时间一不一样 这就变三个轴出来了 可是事实上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资源 你没有只能想象 没有办法去把它画出来 但是就可以想象在一个多度空间里面 每一个种都有它一个自己的一个位置 彼此之间不会重复 在生态的观念的种 生态方面的种是讲这样子的 只要是能够彼此不重复 我们就叫它不同的生态种 但是生态种现在没有人在叫了 只是在观念上 你可以是从那个角度来看问题 大概是这样 老师刚刚讲到 其实讲到说海洋生态学 讲到这个资源 又讲到所谓的相同气味 就是在它空间里面的位置 这个部分其实这两个 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是比较陌生的 所以这两个部分 是不是可以麻烦老师 再多给我们解释一些 好 资源的英文当然就是 resources 那是指在自然环境里面 可以限制生物存活 生长繁殖的任何的物质 比如像食物 住的空间 溶解在水里的无机岩等等 这些资源可能都是很有限的 不是无限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资源 你把它用光了 以后没有办法再恢复的 我们就叫它是非再生性的资源 但是如果这些资源可以再恢复 我们就叫它再生性的资源 对不对 当然这个所谓的再生不再生 也要看这种生物寿命长跟短 或者它使用的相对的速度 快跟慢来决定 举例来讲好了 像故障生长的藻类 珊瑚 对不对 其实它们都是 它们所复藻的空间 就是一种资源 如果被藻类先占掉了 珊瑚就长不上去了 等于说它就 这块空间就是一种 非再生性的资源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今天这个藻类 死掉了空间 腾空出来 它就变成再生性了 所以这个再生不再生 是要看状况 我们就看维生物细菌好了 它其实是一种 再生性的食物资源 它假设有很多很多生物 会吃它 把它拿来当食物 对不对 但是因为它自己的繁殖率 太快了 所以就不可能被它吃光 对不对 所以它就看起来像是一个 应该都是一个 再生性的资源 对不对 那我们讲到我们的鱼好了 我们一般都说 鱼是生物 是生物嘛 所以它是再生性的 我们可以利用 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把它抓过头 让它没有办法再繁殖回来 它就不是再生性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再生非再生 还是要看我们的 自己的管理 来决定 所以这个大家不要误以为 说再生性的食源 所以你不吃浪费 你就把它吃了 它会再回来 其实不是的 我们还是要看它 这个 怎么讲 回来的速度快不快 我们抓的速度快不快 两个来决定 那生态位置 刚前面已经给大家 大概解释了一下 就是说 是指一个物种 它生活的环境 跟它本身的生活 习性的一个总称 这个有点抽象 不太容易懂 不过你就可以想象成 比如说我们今天 任何一个海洋生物 生活的水深 它算是一个 有一定的范围 对不对 有的很深 有的比如说 100到1000公尺 有些可能只能 从朝鲜代到10公尺 对不对 所以每个种 都有一个适合的范围 温度也一样 对不对 有些人喜欢冷的 有些人喜欢热的 对不对 盐度也一样 所以你就可以把 这个很多的环境值 变成很多很多的 factor 就或者讲到 不同的轴去看 那一个物种 就点它的图的时候 它就会有 它的一个位置出来了 就好像我吃的东西 也一样 我吃的 去找吃饭的地方 或者我食物的种类大小 还有我吃 这个繁殖的季节 对不对 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 每个物种有它的特性 你把这些特性 如果都用几何学商的空间 去想象 你就可以想象到 在这样一个超空间 就是超过三度空间 不能画了 对不对 它就是好像有一个位置在那里 那个就叫做生态位 我有个博士 他专门做山口雕鱼类 他的论文题目 他就是在做我们台湾 那个天主雕 对不对 他的一些生态方面的研究 分类包括都有了 他就发现说 有两种外形很相近的 这个天主雕 血缘关系也很近 一个叫太平洋种 一个叫印度洋种 同一个地缘都有 但是他们的生殖季节 却不一样 因为生殖季节不一样 以后你知道吗 他们就不会碰在一起了 就没有杂交的机会了 久而久之 他们就变成两个不同的种 但是形态又很相近 我用这个例子来解释 也许会比较容易懂一点 在生态学里面我们有讲到 其实很重要就讲交互作用 那所谓的生物性的交互作用 又有哪一些 是交互作用 我们讲白话一点 就一讲大就懂了 比如说这个抢地盘 它就有领域行为 对不对 互相竞争食物 对不对 或者竞争空间 等等 这叫竞争 也有略食 大鱼吃小鱼 对不对 这叫略食 那共期 什么叫共期呢 就是两个生物彼此间 可以生活在一起 对一方有利 对一方可能也 也neutral就是中性 不会有影响 这叫共期 共生 就中间又包括 互利共生 便利共生 寄生 就是可能 我住在你身上 我利用你的资源 或者身上的一些营养 来维持我的生命 但是我对你会产生一些危害 对我是好的 对不对 那叫寄生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interaction 都是在发生在个体 一个个体之间 在我们这个三胡椒生态系里面 这种例子太多了 小丑鱼跟海葵 枪虾跟虾虎 什么共期的 就像这个印鱼 它搭在大鱼的身上 对不对 搭便车 对不对 那么像这些都是 这个共期的例子 当然有一些例子 不是搞得很清楚 比如像海参肚子里的饮鱼 到底这个是属于共期呢 还是寄生呢 有些并不是我们可以马上研究的清楚了 但寄生的例子就有了 比如像巴布曼 毛曼 它寄生在其他鱼的身上 就是拿别人的体液或者肉来吃的 那深海安康鱼的熊鱼会吸附在母鱼的身上 那这个也算寄生了 这是标准的寄生了 因为它只生生殖器 其他都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像这些生物跟生物之间交互作用 刚讲了那么多 其实你都可以把简化变成用正负零的一个系统 就把它定义出来了 比如像领域的行为 它可能是 这个是抢地牌的结果一方面就抢到了 一方面就是没有抢到 所以应该是一个正一个负 很少会两个都没有 就变成负负也没有了 那竞争的话一定是一正一负 对不对 那么掠食的话也是一正一负 对不对 共期的话是一正一零 对对方没有影响 因为有影响的话就不叫共期了 共生的话 互利共生就是两个都plus 正正 寄生的话就是正负 一定是一方有利一方没有利 对不对 这是老师刚刚讲说这个交互 生物性的交互作用 那在六个 刚刚讲六个不同的生态层次里面 那每一个层次内 生物跟生物或者是跟环境间 它们都会有各自的交互作用 那如果说这个跨越这个不同的层次之间 也会有交互作用吗 那当然应该会有的 因为生态系的定义很广泛 比如说我们在海岸 看到一个这个 盐昭地区的生态系 它可能外面有一个牡蛎胶的系统 长得都是牡蛎对不对 它就因为有了牡蛎比较硬嘛 所以波浪来冲击的时候 影响就比较小 对不对 那么所以就变成这个盐昭生态系呢 会受到附近的牡蛎胶的系统的影响 那么当然生物圈里面的气候边缘 可能会影响到潮渐带 它一个比如说一个螺 它逃避被略逝者 略逝的机会 就是气候的改变它是很高层次的 是生物圈的影响 可是它也会影响到我们最下面的 这个族群或者个体的一些成绩 所以它们鼻子间还是会有一些 interaction存在 就像我们看到什么蝴蝶效应呢 已经看电影一样 一点点可能都会影响到很大的一些效应 所以彼此生态系之间很难是互相独立的 还是会有影响 我们山户教育的刚刚讲了 很多小鱼还是要飘到外洋去 孵化了再回到岸边来 大洋深海鱼类正好相反 这个都是跨不同生态系之间的一些interaction 是 那其实像我们现在所观察的很多的 比如说不管是鲑鱼回流 或者是鰻鱼回流 这其实都是所谓的交互作用 那其实应该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非常多是 那我们就要请少老师 这个下个礼拜的时间再去跟我们分享 更多的这有关于海洋生态 它们的交互作用了 好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